专家预测的农村感染潮没来 是病毒传不动了吗? 新冠病毒哪去了呢? 朋友们好,我是新血管唐医生 在春节来临之前,有专家预测 随着大量返乡潮 会在农村形成第二波感染高峰 新年快过完了 从全国各地看,并没有出现感染的高潮 农村诊所人满为患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今年的春节是从三年的疫情中 抢回来的春节 人们似乎忘记了过去三年 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记忆 新冠病毒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 是病毒传不动了吗? 还是病毒去哪里了呢? 其实,新冠病毒无处不在 病毒与人之间只是处于 暂时的战略僵持阶段 原因有三个 一是春节前80%的人已经感染过 暂时形成了群体免疫屏障 有了一道防火墙 去年12月到今年的1月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造成全国80%的人口约11亿人感染 农村其实和城市一样 其实早已感染过 二是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从目前的情况看 接种疫苗能够提供特异性免疫保护 许多地方疫苗接种率达到了96%以上 三是新的变异株还没有到来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感染为奥密克戎 BI5.2和BF7为主 国外的流行毒株 XBB和BQ.1还没有到来 已经感染过的人 体内的抗体能够有效保护至少3到6个月 因此春节期间 无论你多放纵 感染的机会都很小 那会不会出现第二波感染高峰呢 如果会 何时可能出现 第二波高峰是否到来 要看两点 一是群体免疫维持时间 根据现有资料认为 新冠感染之后 抗体的低度会持续衰减 有效保护时间大概在3到6个月 也就是说 本次大流行在12月到1月之间 下一波流行可能在5到6月份 二是要看是否有新的变异株流行 短期内BI5.2和BF7流行可能性很小 但如果XBB和BQ.1等国外流行的变异株 传入国内并流行的话 也可能造成大范围传播 达到流行高峰 XBB等毒株的免疫逃逸力更强 对已经感染的人容易再感染 总之 有专家称新冠病毒 有点喘不动了的观点 请保留 别给老百姓灌输太多的麻痹思想 新年过后 经济要复苏 但个人的健康防护绝对不能放松 毕竟国内外的新冠病毒 根本没有消失 在有些国家一直在反复流行 有些机图更新冠病毒 所以那边更新冠病毒 如果那边更新冠病毒 你给他吃一块